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都离不开石油,中国的崛起更是离不开石油,正是因为石油在国家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近100年来围绕着石油而发起的战争就高达几十起,可以说,石油这个小小的黑色的液体,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在今年的4月12日,以美国和俄罗斯以及沙特为首的几个国家,和另外十几个石油输出大国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的内容是对石油进行减产,这项协议的达成,也宣布着持续了一个多月的石油战争暂时停止了。 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这样的新闻可能无关痛痒,因为他们觉得跟自己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石油和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咱们出行所用的交通工具需要燃料,咱们进行农业种植所使用的肥料,也需要燃料,就连咱们穿的衣服都必须使用石油才能提炼出来。 而一些女孩子所使用的化妆品,很多原材料也都是来自于石油,因此,石油才会有液体黄金的美称。 可以说,石油是整个工业时代最重要的血液,牢牢地把握住了国民经济生活的命脉。 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无论是石油、煤炭还是天然气,每年的消耗量都达到惊人的程度,而这其中又以石油为罪。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也开始骤然放大。 所以,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之后,今年又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世界头号进口天然气的国家。 现在问题来了,中国为啥有这么多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却还要大量依赖进口呢? 中国到底为什么这么缺油气呢?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我国的缺油困境,首先来自储量、产量和消费量之间的悬殊差距。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数据,2022年,中国石油储量约38亿吨,只占全球储量的约1.58%,排世界第13位。 基于如此少的储量,中国仍然是世界第六大石油生产国,但这在需求面前,还是不够用。 欧佩克2022年12月的报告显示,中国每天消费原油1479万桶,世界第二,相当于我们以全球第13的储量,实现了第6的产量,但要满足全球第二的需求。 何况,我们的人均石油用量远低于美国,想把人均追上去,三个沙特也不够用。 如此缺油,根本原因还是天赋不行。 理论上,只要有大规模的古代沉积盆地,就有可能产生油气升厅区域,里面就是油田和气田。 墨西哥湾,马拉开波湖,沙特加瓦尔油田以及美国阿拉斯加北坡油田都是典型的例子。 大的沉积盆地通常在海洋中形成,而我国的沉积盆地主要是由陆地上的湖泊形成。 大家可以想象海河湖的大小差异,二者的资源量就不是一个数量级。 而且在地质演化中,中国大部分的沉积盆地都被严重破坏,地质结构支离破碎。 地质专家曾把沉积盆地的地层比喻成一个盘子,大部分产油国的盘子是完整的。 而我国的沉积盆地则是一个摔碎的盘子,摔碎后还被踩了几脚。 所以,我们的钻井打下去,可能只打到了木的层的一小块。 产出的油气量必然很小而且生产周期较短。 另外一个劣势是石油的埋藏深度。 我国的原油埋藏深度普遍比较深。 比如新疆的油井,钻进深度一般都有七八千米,这么深还不一定能打到油。 而中东、中亚、澳大利亚那些原油禀赋好的国家,油井深度一般就一两千米,而且原油的产量质量都很高。 沙特的国之命脉加瓦尔油田,产层深度2200米,探明储量高达107.4亿吨,是我们全国的近三倍。 成本更是低到不足10美元,吊打全球。 我们能在沙漠中打进万米深井,当然是技术实力的体现,但也是资源禀赋下的无奈之举。 就原油开采的成本和性价比而言,进口往往比我们自己生产要划算得多。 其实中国也有深度浅、产量大的油田,但基本都是开采了半个世纪的老油田,已经到了被榨干的边缘。 大型油田的综合含水率已达95%,温产是非常困难的,产量逐年递减,只能尽量刮桶底了。 而近几年勘探到的大型油田,普遍难度大,成本高,比如马湖油田,地处海拔3000米的高海拔区,属于致密性利盐油田。 石油都藏在肉眼难以看到的岩石孔隙中,完全开发这种油田属于世界级难题。 事实上,除了少数像沙特这样的国家,全世界都面临浅层油气脏开采殆尽的问题。 老油田普遍后继乏力,虽然石油即将挖光的预言没有成真,但钻井确实越打越深,从中浅层延伸到深层和超深层。 近年来,全球新增的油气储量有60%都来自深部低层。 虽然我们的开采技术也在进步,能打进万米深井,在叶岩油、叶岩气、煤层气、致密灰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方面,都有突破进展。 但受限于技术和成本,要大规模增产仍然十分困难。 可见即使掌握了叶岩油、油沙、深海油田的技术,短期上产量也很难,还是得进口。 国际上的原油对外依赖警戒线是50%,我国超过这条线很多年了。 进口量占全球进口量的四分之一,是超级买家。 既然是超级买家,就要扩展和维护好自己的卖家,避免被单一来源卡脖子。 好在世界上的原油生产重心也在亚洲,离我们比较近。 这一合作关系,在地球夜间的灯光中一览无遗。 从东亚到东南亚、南亚,这些季风区国家的灯光,几乎都来自巨量的人口、城市和工业。 而中东、中亚、西伯利亚这一亚洲西部地带的灯光有很多都来自油田和气田。 通过邮轮和管道,亚洲东西两大经济体系之间,实现着大洲级的互利合作。 中国是买家阵营中的关键部分,但不是全部。 同属季风区的印度,原油对外依存度更高达85%,所以极其重视和海湾国家的关系。 去年,更是疯狂买入低价俄罗斯原油,其进口组成和中国也颇为相似。 2022年,我国进口原油花的前折合2.43万亿人民币。 沙特第一,俄罗斯第二,都卖了我们8000多万吨。 紧随其后的是伊拉克、阿联酋、阿曼、马来西亚、科威特和安哥拉。 这一进口组合是不断变化的,毕竟很多产油大国的供应并不稳定,这就和地缘政治息息相关了。 比如2019年以来,受限于国际制裁和政治动荡,我们从伊朗、委内瑞拉进口的原油就大幅减少。 好在可供替补的来源还有很多,但即使是相对稳定的进口组合,国际油价的涨跌对经济安全的影响也很大。 比如2014到2016年,国际油价大跌,中国的原油进口成本就明显下降。 在2019年,沙特的石油设施突然遭到无人机攻击,就导致全球油价暴涨。 东亚国家这种进口资源、出口制成品的模式,对于资源的价格波动非常敏感。 尤其是在局势动荡、冲突频发的年代。 所以,我国在2018年底油价较低的时候大量进口、扩充战略储备,并且和俄罗斯签订30年以上的长期合同,就非常必要。 抛开委内瑞拉、尼日利亚这些比较遥远的产地不谈,比较近的亚洲西部石油产区,也日常面临着地缘政治动荡的风险。 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才能巩固两大经济体系的大洲级协作关系,意义重大。 即使搞定了进口来源的问题,怎么运也是个问题。 管道运输相对稳定,但建设不易,通向俄罗斯和中亚的管道相对容易,直接修到中东目前还很难,而且管道的运力也有限。 所以海运的问题仍无可回避,北冰洋航线短期内不现实,从巴基斯坦、瓜德尔港、缅甸脚漂港的超进路做法也难以形成运力。 克拉运河更是不靠谱,东亚国家绝大部分的石油进口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 所以,马六甲海峡还是绕不过去的,很多人担心这里会卡脖子。 其实能卡脖子的地方有很多,比如霍尔木兹海峡,何况中间还夹着那么大个印度。 可见海权的重要性,中国作为超级买家,要维护原油供应是多么不容易。 面对如此糟糕的资源禀赋和不稳定的进口局势,我们又如之奈何呢? 具体措施无非开源和节流。 要开源,首先就是减少对特定国家的过度依赖,把我们的进口来源再增加一些。 尤其是那些石油资源丰富,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比如安哥拉、钢果、哈萨克斯坦。 中国通过投资、合资的方式参与石油勘探和生产,以确保稳定的进口渠道。 与此同时,中国自己的产油能力还可以挖掘。 通过先进的勘探开采技术,让咱们的油田尽量长命百岁,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叶岩油、油沙、深海油田的潜力也很大,现在比例不高,但以后会越来越高。 重要消息,中国海油23日发布消息,在鄂尔多斯盆地东源2000米地层发现中国首个千亿方深煤层气田,神浮深煤层大气田。 探明地质储量超1100亿立方米。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煤层气。 煤层气是指储存在煤层中的天然气,业内通常将埋深超过1500米的煤层气称为深部煤层气。 据了解,中国埋深在2000米以内的煤层气资源量超过30万亿立方米,其中深部煤层气资源量约占三分之一。 此次发现的神浮深煤层大气田,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地处厄尔多斯盆地东源,煤层主要埋深2000米左右, 单层厚度在6.2米至23.3米之间,吨煤平均含气量达15立方米。 中国海油,目前在该区域共部署了超100口探井,单井最高日产量达26000立方米。 随着煤层深度增加,地层温度、压力和硬力等会大幅增加,煤层气的成藏机制及负极规律更为复杂,勘探开发难度不断加大。 一直以来,中国煤层气勘探开发大多集中在埋深小于1000米的浅煤层。 针对深部煤层气增产难题,中国海油在常规煤层气勘探开发基础上转变思路, 运用超大规模压力技术,不断优化压力与排采工艺,总结形成适用于神浮区块的深煤层开发技术体系, 仅用一年半时间就成功发现了地质储量超千亿方的深煤层气田。 中国海油勘探副总师徐常贵介绍,神浮深煤层大气田的发现展示了厄尔多斯盆地东原深部煤层气藏勘探开发的广阔前景, 对中国类似盆地资源勘探和非常规油气增储上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节流方面,要降低总体的能源消耗是极难的,但能源结构的多样化才是关键,有着极大的潜力。 在最近五年里,以风能、太阳能、水能、核能为代表的的可再生和清洁能源,比例提高了5%。 据国外研究机构预测,30年后,2050年全球风电和太阳能占比将达56%,成为电力主要来源。 每与天然气组成的火电占比将降至24%,加快推动能源转型,减少化石能源进口, 将属地性特征强的可再生能源逐步发展成为能源供应的主体,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能源供应安全问题,这已成为全球各国的共识。 特别是,在很多国家和区域已明确提出碳中和承诺的背景下,碳关税、碳壁垒、蠢蠢欲动。 世界经济版图和产业竞争格局面临深刻重塑,加快发展低碳清洁能源。 不仅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各经济体绿色复苏的重要发力点,更是各国抢占未来低碳技术产业制高点的一致行动。 正因为此,欧盟委员会在10月公布的应对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工具箱中,仍强调了将继续加大可再生能源投资,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并将其与提高能源效率一起作为未来提高能源安全保障能力的中长期手段。 现在就明白我国为什么加大鼓励发展新能源汽车了吧。 随着去年国家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2035年新能源汽车将成为我国汽车市场销售主流。 可以预见,随着新能源应用领域不断拓展,以后社会用电量势必会不断增加。 总而言之,彻底解决我们能源供应问题,现在就应该开始发力。